滑雪场开张 游客来到家门口 家庭吃饭 喝滑雪场 这对三万块钱吧 喝喝喝 我也做得安逸的可以 租雪圈炖大鹅 冰天雪地 不出家门就能挣到钱 一二三我买不买 买 冰雪旅游 让昔日的偏远山区 成为冬季致富的 增收新渠道 欢迎收看今天的 生财有道 各位好 我是寒冬 我现在是在吉林省白山市的临江 江的那一边就是朝鲜 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美丽的边陲小城 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 冬季的冰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今天我就要带着各位去探寻一下 这白雪里的财富 走吧 吉林省白山市的临江市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冬季冰雪资源丰富 旅游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产业 过去在人们眼里 冰雪是发展的障碍 天寒地冻遏制了活力 而今天冰雪油已经成为了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带动了临江的老百姓增收致富 近日我们的记者冒着严寒走进临江市 亲身感受到了这里火热的冰雪经济 临江市的松陵雪村是闯关东时期形成的 至今这里的居民还保留着山东口印 过去因为地理位置偏远 知道的人不多 近些年来因为冬季漂亮的景色 成为了摄影爱好者的拍摄地 通过摄影作品的传播 很快这里美丽的景色就吸引来了大批的游客 于是村民们迅速抓住了冬季游客暴增的机会 打造了一个冰雪小天地 我从那边下来了 我的天哪 这冲心太大了 孙星星的家紧挨着村口 优越的地理位置 加上自己建设的雪道充满了乐趣 这让他们的生意火爆 乱乱去啥呀 就是看看 你家搞的这个雪道挺好的 是你弄的是吧 对 你怎么想起了弄这么一个的 那年在这个冲事一级年 一四年 一五年在咱们这个雪村里 负责搞这个化学圈的化学厂 化学厂以后吧 后来咱们这个化学厂的村里 就是这个中途第二步这个怎么了 不成了以后呢 我就看来讲吧 就是咱们这个游客吧 还得需要游戴的地方 咱们的地呢 都是不属于咱们的 我看一下来讲吧 它得叫有可乐有味的地方 我就把我的自己的原子自己地 我就看一下吧 就把它修成一个化学厂 那你可是这个园子和地改成化学厂 那你那个地还能种吗 能种 来那春天我就可以种 冬季生意好了 在外面工作的儿子和儿媳妇 也赶回来帮忙 一家人都投入到冰雪农家乐的红火生意当中 我看你还玩的挺乐的 帮他们推来推去的 是 我觉得这个咱这个正好有摄影的宣传了咱松岭 咱这个借这个机会把这个松岭这个雪道整好 然后我们创收了 然后游客得到了欢乐快乐 一举三得吧 真好 阿姨这个雪道是你们家建的 是吧 嗯 啊 你老伴哪个人弄的 啊 不是小孩 这个跟老伴 啊 小孩跟你老伴一起弄的 嗯 啊 你的是帮着收拾是吧 啊 是 你除了管这个雪道还管什么呀 这个 哎呀 这个饿了 还有牛 啊 管家里的这些牲畜是吧 哎 那来的这些客人呢 那看一眼的洗手家姑娘 啊 他们管的 嗯 我的家活都饭 啊 你还管着做饭呢 啊 我家罗子 啊 啊 哈哈哈 收益还行吧 比那个农村种地啊 能强点 啊 然后旅游这个冬天也就两个月 啊 那这个工钱 两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两个月要是这个连农家乐 在这个雪道能挣三万块钱吧 啊 那挺好的 还可以 等于是一开始没有这个冬季这个旅游的时候 其实冬季咱们都闲着 啊 是吧 啊 等于是把这个以前空闲的这个时间 现在挣钱了 对对对对 在很多地方都有花雪圈的这个游戏 我来这之前我也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 但是到这我看到不一样 因为这整个的这个村庄它是依山而建的 民房都是依着山市建起来的 所以这个雪道也是 他们家家户户就在门前修了这么样一个雪道 这个雪道虽然不长 但是它很陡 而且 修了一些坡道 所以 你看上去 如果没有人的时候 你会觉得平淡无奇 但实际上只要上去人 他就会给大家带来无尽的欢乐 你听吧 整个山谷里回荡的都是他们的叫声和笑声 哦 怎么又喂了 我玩得好啊 玩得好 你这个心痛了 你这个 还要再玩啊 啊 啊 是不是也那么爱雪啊 因为小时候吧 小时候我们都玩 放这个滑 啊 放这个这个 玩这个雪 啊 从上学完了到上班啊 就没有时间玩了啊 我们这又来重温童年的故事 是吧 哈哈哈 感觉真好 啊 你这些接待的客人最远的都有什么地方的 最远的是 是广州的 啊 广东的啊 啊 这个 长春的啊 啊 深春的啊 啊 那挺好了 等于你在这个小山村 就结识了很多外面的朋友 对对对对 啊 啊 还有这种的啊 啊 对 北京的 哈哈哈哈 打一个还还在一个劲子想 都有哪些 对 阿尔兵的 啊 对 啊 那真的 一般都在这边都能过 啊 平时是您和您老伴两个人在看管的这个 哎 对 啊 啊 我看周末忙不过来了 儿子就回来 周末把乐子都在上边 把他就回来 帮忙 对 啊 挺好的 等于这个一下雪 你这就有钱了 啊 对 是吧 对对 哈哈 啊 在家门口挣钱 孙兴兴和陈德云老两口 就在自己家门口修建了雪道 做起了雪圈出租的小生意 租一个雪圈二十元 随便玩 这个刺激的项目 让游客尽情地享受冰雪的乐趣 这个收益怎么样 这一个雪鸡 这一个雪鸡 收益还行 啊 大约能有多少钱啊 大约来讲 还是 在那里看吧 嗯 这个 家里吃饭啊 喝花雪虫啊 这个 三万块钱 啊 那挺好的 还行 那家里还有农家乐是吧 在这吃饭 对对对对 能住多少人啊 能住 十一个 十一个人 对 哦 那要是等了周六周日得预定咯 对 哦 对对对 那还挺好的 对 一二三 天色江湾 一群游客正在一户农家乐的门口忙着拍照 因为这户农家乐很有特色 他们都是入住这家雪村人家的游客 照相是为了留下美好的雪村记忆 冬天就来玩雪花放爬的破呀 或者是上吃点农家饭呢 睡个大约炕 哦 几下的农家饭的农家的一个特点 农家乐的主人叫杜成田 因为他看好了冬季旅游的前景 去年投资二十多万元 把自己的住房修缮一新 开办了雪村人家农家乐 目前是松陵雪村名气最大 也是条件较好的一家 今天游客多不多 今天游客就来了 这一大堆车 今天四十来个 四十多人 都住满了 住满了 你这有多少间房能住多少人 五间房子 五间房子 能住四十来个人 那房价贵不贵啊 咱们就是一般就是管散热饭 住一局一百三十块钱 挺便宜 一个人 嗯 红火的窗花 花红的土布花呗 加上东北大通铺大火炕 让前来住宿的游客感受到心里热乎乎的 农家饭还有它这个大火炕 炖本地鸡本地鸡 本地鸡大 全是那个绿色食品 那你这个冬季这个冰雪消费打算花多少钱啊 我们每个人就是在三百到五百吧 就够了 四十去到三百到五百足够了 就是一趟 你得吃得住 老杜的雪村人家 已经成为了村里的标志性建筑 每天都有大批的摄影爱好者 等着拍摄他的农家乐 老杜过去被大雪困在家里付贤的日子 已经被农家乐增收致富的忙碌所代替 同样是冰天雪地的冬天 老杜现在更盼着雪能下得再大些 因为白雪就是白银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地处深山的邱家港村 距离临江市区三十多公里 因为交通不便 原来一直人际罕至 当地一百三十户农民 靠种植一些玉米土豆收入有限 如何改变贫困的面貌 充分挖掘当地的资源 把劣势变成优势 各地各级政府也想尽了办法 白雪变白银的想法 打开了邱家港村的思路 大山就是最好的滑雪场 发展冬季旅游项目 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优势资源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优势资源 就是靠着地理地势资源 所以我们村委会就商议说 我们自仇自己建起了一个花雪场 当时建花雪场这个效益 当时看啥呢 主要是你能解决我村里 就业人数多 因为冬天我们这有个传统习惯 冬天猫抗头 没活干半年闲 以前这个冬物产品的话 在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就扔掉了 吃不了的就扔掉了 卖不出去 因为上层里的话30公里 你带上少量的屋子去 来回不够路费 说的话没有收入 邱家港村投资了200多万元 依据山市修建了长达900米的雪道 购买了雪具滑雪符等设备 打造了一个冰雪乐园 可是开业之初门可罗雀 无人问津 太爽了 我跟你讲 东北这么多地方有雪 但是不见得适合建滑雪场 为什么呢 有的雪呢是那种像冰冷一样 有的雪呢就是那种 溜瓣的像雪花一样的 这个咱都知道吧 适合建滑雪场的雪 雪质一定要好 而这个地方呢 恰恰就是那种溜瓣的像雪花一样 绵软的那种雪 村里当时决定要建一个滑雪场 这是一个好主意 可是建成了滑雪场 由于它地处偏远 却没有游客来 这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好主意 这个主意啊真的叫绝 后来我们就决定你研究了一个办法 全程免费 免费吃饭免费你玩 后来得到了广大游客的众多的认可 后来你就源源不断的就来了 这一招可谓独树一致 慢慢的上邱家港村来玩的游客多了起来 游客的尖叫声打破了往日的冷清 看到来到家门口的商机 自然就激发了当地群众的致富热情 依托冰雪乐园 很多人为游客提供地道的农家滋味 王忠梅 邱家港村民 因为身体不好 无法干农活 只能在家做点家务 家庭收入不多 只能靠丈夫种地维持 法学厂开业之后 他平时在家做的一道农家派豆脑 很受游客欢迎 精选自己家地里种的黄豆进行加工 很快我们就闻到了豆香四溢 就是有点像做豆浆 豆腐那种的样子 就是就像做豆腐似的 然后得过出来 抹上酱 抹上豆浆 把豆腐炸过出来 过完之后把豆浆放在锅里 锅里完之后再下上菜 还要放菜 怪物他们说叫菜脑 我走这一路就琢磨什么叫菜脑 菜脑的独特之处 就在于放上食令的青菜一起制作 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就是点卤水 这个完全是凭着丰富的经验 多了少了都会影响菜脑的口感 这个放多少什么的都是你凭经验的 你懂吗 我看你也不撑 这凭着经验看了点 看了全是小米热了 糊涂毒的了 就完事了 凭着家传的手艺和自己的长期摸索 王中梅做的菜脑口感宜人 现在在滑雪场餐厅能卖到25元一份 好吃吗 好吃 是什么感觉 以前你们在别的地方有这种菜吗 没错 没错 这个菜挺滑的 吃的味道很好吃 从来没吃过这种菜 特别好吃 没吃是像豆腐脑似的 是吧 这么嫩 第一次吃 头一次 这一个雪季能挣多少钱一共 就是看游客多少 去年呢 去年还是时候卖了五六千块钱 五六千块钱 今年比去年人多还是少了 今年比去年能多一点 滑雪场同时还带动了生猪的养殖 因为这里的厨师大师傅做的扣肉十分有名 首先选料就十分讲究 家族也好的 就是零下族 五花肉就是菜单上也好 多吃了口感 这就是雪花是吧 对 这样的肉就好吃 也好吃 不柴 香 精选的五花肉 还要用老汤煮一个小时初步入味 切片后装盘 配上大师傅秘制的配料 再经过一个小时的蒸煮就可以出锅了 你制作上有什么秘诀没有 没有什么秘诀是有的 原材料是 能告诉我吗 能告诉我 那快给我讲讲 大葱 姜 辣椒 辣椒 花椒 大料 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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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些 对 这些还有我的秘方 秘方不说 那是不能说 那也不能说 这样做出来的扣肉相当入味 口感入口即化 丝毫没有油腻的感觉 一经推出 马上就受到了游客的欢迎 味道鲜美的扣肉 一份能卖到58元 还有的游客觉得味道好 打包带回家 我们这个猪肉有一个独特的 因为在明江市是非常有名 因为是在 就在这个大山里头 非常自然 在临下 所以得到了这个市民 购买者的认可 所以去年我们花山的话 就是销售这个猪的话 在这销售就达到20万元 就40桶 一桶就5000多元 所以这个就是成本 就是利润特别高 所以解决了这个就业 现在有实户 就联合养殖这个猪 现在的邱家港村 在冬季 还吸引了过去外出就业的村民 这位村民 一直在外地当滑雪教练 现在村里有了自己的滑雪场 他也回来服务家乡 那以前就是家里等于 没有挣钱机会吧 你都上外面去了 没有什么挣钱机会 只能说夏天大概 没有开工 没有什么副业 现在好了 现在整个这个雪场开动了 老百姓买点 卖点什么东西 糖葫芦什么 都可以赚点零花 因为我也比较爱好这个东西 把这个做好了之后 赚钱的事以后再说 对对对 那你在外边呢 就是一小时多少钱 在外面我们是200块钱一小时 利用过去冬季闲置的土地 邱家港村开办了滑雪场 成功的把白雪变成白银 致富了一方百姓 冰天雪地中的靓丽风景 自然少不了雪雕 那么你知道这些漂亮的雪雕作品 都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设计师又是如何把白雪变成白银的呢 来到吉林省临江市龙头山景区的时候 陈凯和他的同事们正在紧张的忙碌着 他们承接了这个冰雪度假乐园的雪雕工厂 这个就是石楼 那个星巴 一个大石的一个小狮子 对 您刁队给他们做这么一幅作品需要多少钱 这个 第一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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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这一幅作品 第一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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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千块钱 两天就干完 两天 两天就完 需要人就喝 我觉得从雪里挖掘财富 你这个是最合适的这个称号 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这个钱太好挣了 看来雕刻的过程也不复杂嘛 我们的记者决定亲自试一试 他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 写过书法 画过梅花 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复杂的不行 雕刻一个简单的还不行吗 这回他决定要雕刻一个啤酒瓶子 这个简单 酒瓶子吧 雕酒瓶子 咬酒瓶子 上面吸嘴的 上面咬一点 关键是人家这是个专业工作 这必须得有美术基础 我只有喝酒基础 这不行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万一比如说我想留的那一块被砍掉了 怎么办 那就补不了 补不了 一点点 这个刀就这么苦 它就往外踢了 这么快就往里扎 这边这个银 这边这个银 雕刻一个 我对这个银子的形状是烂熟于胸 看看这架势 信心满满啊 至于效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其实我选择错了 一开始我要选择雕一拉罐可能会好一点 一拉罐是行李还有人选 是啊 雪雕的制作看似简单 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外行人一般都很难看明白 看看很快就出问题了 师父都看不下去了 陈凯要亲自出马了 你 你有什么办法拯救一下它吗 拯救一下 嗯 好 弄一下 再往上瘦一点 是吧 嗯 它瘦一点 银杆稍微强一点点 你再演用 你再大一点 对 然后这个再往下 好 在师傅的帮助下 啤酒瓶子终于雕刻好了 谢谢师傅 你赶紧忙去吧 我这就给你添乱了 我本来以为这很简单 体验一下 没想到是每一个都很不容易 在临江采访的时候呢 一个村民这样跟我说 说以前呀 我们看到这个雪真稠 稠什么呢 扫雪 因为雪太厚了 但是现在到这个地方呢 他们每个人见到雪都乐呵呵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白雪真的能够给他们换来白银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是寒冬 咱们下次再见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